近年来 香港有些人在社会上 在校园里排斥一国 抗拒中央 然后所谓什么本土自觉 香港独立 用各种歪理学说来否定 诋毁中央人民政府 对香港的管制 否认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有些人甚至还采用激进或暴力的方式 将分裂主义企图束逐于行动 但是令人痛心的是 香港有些青少年 不了解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不清楚香港的前世和今生 受到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 荼毒 清信了这种错误的观念 为了一国两制长期实施 为了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也为了香港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我们有责任在香港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念 树立正确的一国两制观念